一聽到救護車的鳴笛聲 人群立刻靠邊 趕緊讓道 民眾看到救護人員 趕緊揮手示意 這裡這裡 幸好當時已經有民眾協助 幫忙CPR 病患緊急送醫後 從鬼門關救了回來 就在墾丁大街上 過年期間涌進不少人潮 大年初五 二十六號時 卻發生有一名遊客 疑似心肌梗塞昏倒 激警的民眾發現後 趕緊衝到附近的派出所 那AED要來救人 結果一打開 根本沒辦法使用 這才發現竟然已經壞掉了 在這緊急時刻竟然無法用 當場民眾好傻眼 幸好有人立刻接手CPR 才讓他恢復心跳 這窘境真的讓在場民眾都好錯愕 救人的器材壞了也沒人知道 管理單位到底哪裡出問題 原來放置在派出所的AED是多年前廠商送的 一百零三年就過期都沒人管理保養 就這樣該派上用場的時候不能用 肯管處也回應屬於他們專責管理保養的 在大街附近總共有三個 每半年就會保養一次 廠商也會提醒要更新 消防隊員常宣導救命守則 除了CPR AED也是個相當重要的救命工具 相關單位恐怕現在要好好檢視一下 有設置的器材是否還堪用 TVBS新聞高正宏 黃室維屏東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